HELLO 我是虛灵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AI造软体里面 如何开启手绘感的内建笔刷呢 首先你先开启一个新档案 再来在旁边工具列的部分 选择笔刷工具 那我们先简单的绘制一些物件 绘制完物件以后 你在笔刷这个视窗 会有几个固定内建会出现的 那除了这些以外 其实你可以再教出更多笔刷出来哦 那如果你没有笔刷这个视窗的话 可以将滑鼠点到视窗 点选笔刷 就可以跳出这个视窗来 那要如何叫出更多的内建笔刷呢 先将滑鼠移到黑色箭头 选取所有的物件 在笔刷这个视窗 旁边的下拉选单 点下去以后 选择开启笔刷资料库 向量包 手绘笔刷向量包 你可以看到很多手绘感笔刷 按下去就可以直接套用 若要调整笔刷粗细 可到笔刷去调整 笔刷宽度的部分 数字越小 笔刷越细 数字越大 笔刷越粗 那我们接下来再选择其他的内建笔刷 在笔刷这个视窗 我选择下拉选单 选择开启笔刷资料库 颓废笔刷 你们可以套用看看 比较手绘感的笔刷就会出来了 那在这里我还推荐其他的内建笔刷 一样选择下拉选单 开启笔刷资料库 我选择毛刷 一样再示范其他的 我选择水彩 除了水彩以外 在艺术这个选项里面 这里还有很多很有手绘感的笔刷 你们都可以选选看 这种笔刷的感觉 比较偏向探笔的味道 今天分享的内建笔刷 适合运用在海报设计 封面设计等等 这些需要手写感文字效果的套用 就分享给大家啰 如果喜欢的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 把影片分享出去 还没订阅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个课程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